装电视台装电视台啊 我这里不是电视台 只是装的啊 就看到这个下个礼拜啊 下个礼拜这个 这是礼拜五的 注意日期 注意一个日期 这个 哎 这里 4点15分啊 这是18号礼拜五的时候 他这些是箱的比例 这些open in的比例 call跟put的比例 我们看到一个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啊 VXX 恐慌指数 加了6.3%啊 是加仓了 很明显是这个这个call多了 就社会恐慌指数就是大盘跌 那他们他就相应的涨 那这个我们要小心了 我们要小心了 那还看到一个RSX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这个是195 比2 而且他加仓的这个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多 加了这么一点而已 这个atm invoice 应该就是这个量的change吧 并不是这个价格变化 我继续来看到这个bb 146 b57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一下的呢 xl1 xlf 这个我估计这两个都是etf来的 都是edf dividend应该是有个股息派了 就这个就很多人 但股息他不应该是去买一个期权呀 这个也是我没有看懂的一个地方啊 vale一直都在榜上啊 经常看我的节目 他现在也是52周最高 404比40 很好 f1 y1 这个52周最高 他52周最高 这是什么代表他已经是探头了 把头探出来了 他头已经探出来了 像打排球一样 或者像打球一样 他有个机会球 他已经出来了 那这个机会球呢 他要么冲了一下往上再往上涨 要么就往下 52周这个 大家自己判断 这个我的水平 我或者谁的水平都不够吧 他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方向啊 只是目前52周最高 是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 他已经到了这个52周最高了 再来看到fdx 155比109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耐克在周五的时候发布了财报啊 他也涨了3% 这个就是doddash啊 doddash 还是有人在扣 还是有人在扣啊 还是有人在扣 那相应的 大家看到我这个视频的 doddash的这个 这个员工们就不要跑你的股票啊 一定会涨 那一定涨 哎 哎不是我84比28 那做空的还多 我刚才看少了一个数字 84比28 不是一定涨 估计是跌的概率大了 那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 看位上面这个put 看哪个是做空最多的 英特尔现在是做空跟做多的比例是1比1 179比180 那也可以相对看到现在是一个已经是第二次的这个奇逆轮的注水 还有这个纾困金也就是平民老百姓也也发了钱 这个情况下还是有人去做空他 还有这个VXX 排第二 是不是这个还会疯狂一波 礼拜一礼拜二还会疯狂往上 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就哗这样下来呢 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这个密切留意我的频道啊 尽量给你们消息 GDX 多得现在还是很明显 排第四 目前也是他唯一一个这个是吧 这就应验了宝宝之前的预言 这凡是这些共享经济啊 或者是这Uber啊 LIF啊 多得学啊 IBMB这些 他每次新发的 IBMB目前还没跌下来吧 他新发的这些都是往上 也就那么一两天 然后他就马上就套牢了这一柱 那这个不怎么把你们给套牢住 怎么会好好的给公司干活呢 对吧 肯定是不舍得走看的 你们 百度 百度 百度已经相对有一个回落了 不是52周最高了 但是也是非常的高 现在 FUBO 这个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人买过这个股票啊 这下面留言告诉我这是什么 CISCO CISCO 比例大概就是7 149比22 ARKK ARKK做空的还要比做多的要多 是什么意思 ARKK是等于那些生物制药吗 你是不是赌这个疫苗不行了 那而且就比较的 那52周最高 那他现在还是PUT的要比做做做做多的要多一点点 没看懂 ORICO 8比57 ORICO可以想象一下 眼线52周最高 现在 还有什么是我们熟知的股票啊 VUZI 这一支 比较的强势 比较的强啊 RUN也是很多人在关注的 5比35 放大一点 这样好看一点吧 是吧 是觉得这样还是这样好看一点 你这个给我个 这下面给我留言告诉我是怎么样好看 不要点赞啊 都给我留言 我不是要想这个视频很多人看 我就是要feedback啊 open in 看一下open in哪个是最多的open in xlf啊 xlf最多 413比70 那我们可以重点来看一下xlf 好吧 那 这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就 BRK这是伯克希尔吗 BRK应该是伯克希尔币 又是巴菲特那个 23比25 做空巴菲特的资金还有一点点啊 对于他这么大的公司来讲 这点钱不算啥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